女生丢球 男生挥派 一次又一次默契十足 两个人互看笑得好甜蜜 一起朝镜头走过来 但如今都成了过去回忆 影片中的女大生 在开局第二天 惨遭公车拧毙 男朋友就是网球女将 谢淑威的弟弟谢正鹏 男人在IG上 脸书上不时放闪 一下牵手一下接吻 不少朋友都留言 要戴墨镜了 知车祸后 谢正鹏发了现实动态 老天爷接二连三 从他的身边夺走重要的人 还说这玩笑会不会开得太大 下一张接着就是贴了一只口红 小洛写下怎么能说走就走 明明说好等他周末回去 甜蜜的感情只剩下一人 两个人感情好 家人都知道 像是谢正鹏的爸爸 庆生会也带着参加 而谢爸爸对女大生的印象不错 直到是个活泼贴心的小孩 情侣两个人感情好 像这张照片 女大生写着风景如何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在我身边 谢正鹏回应 没有你在身边都是枉然 女大生车祸后 隔日抱怨 张爸爸赶来医院 只说自己当时在飞机上 状况都还在了解中 这车祸的发生地点 类似状况不是头一走 就有邻近住户无奈 向市政府反应多年 连绿色人形走道都不愿意铺设 如何保障行人安全 让驾驶多分留意 谢正鹏的父亲表示 他在马赛预计六七月才会回来 直至回心爱的女朋友 车祸身亡 是否赶回国都不太清楚 只这对恋人感情好 兴趣相同 彼此鼓励着对方 陷上旁人 现在天员的感情 却成为了回忆 任谁都难以接受 TVB新闻总报道